来看到股市名人阿土伯 李金土传出因为年迈 在6号因为多重器官衰竭 离世的消息 香气瘦90岁 阿土伯从30岁开始投入股市 凭借着独到的投资眼光 曾经在三天之内就赚进了 1亿元累积的身价上看10亿 他不仅擅长投资 也热心工业 担任疫情多年 他在2021年一口气 捐出了22辆消防车 总价值将近1亿元 而北市警局也证实了他的死讯 在消防车前伸手笔赞拍照 股市名人阿土伯李金土 2021年一口气捐出22辆消防车 总价值将近1亿元 创下台湾消防史上 最大笔的个人捐赠记录 上台致词中气十足 当时阿托贝虽然拄着拐杖 但看得出来身体状况是相当硬朗 2023年4月 阿托贝还曾现身宣导反诈骗 没想到时隔一年多却传出阿托贝 过世的消息 据了解他是在六号晚间辞世 像七瘦90岁 本名李金土的阿托贝 是被封为菜兰族代表的资深股民 从三十多岁开始紧盯台股 每天超过五小时 凭借独到的投资眼光 曾在三天内进账1亿元 最高累积到十亿元身价 阿托贝也是鸿海资深投资人 过去经常活跃在股东会上 与创办人郭台铭感情深厚 阿托贝也曾分享投资哲学 要大家不要贪心 量力而为 或在股东会上积极为股民发声 担任疫情多年的他 更热心公益 默默捐赠许多救护和消防车辆 如今阿托贝与事长辞令人惋惜 但他热心公益的精神将永远留在大家心中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 新星病股东临时会明天登场 新光金跟台新金表示 若是当天哪临时股东会通过之后 最快十月十一号 向金管会提出了合并申请 新光金的动作 这吴东亮跟林维俊被问到是否有信心 都只是要用微笑或是笔赞等肢体语言 表示乐观 而另外新光金的大股东林博翰 昨天再度出招 公布了露营党等 再占了吴东亮夫妻 违反金金分离 对此呢 新盛以及台湾 新光十业透过声明表示 严厉谴责林博翰 将委由律师来严正处理 你对于十月九号的股东会有信心吗 信心病成不成 关键股东临时会进入最后倒数 台新金控董事长吴东亮一连被问两次 脸上除了笑容还握拳作一 看得出来信心满满 有信心吗 绝对有 至于总经理比出大大的赞 信心十足 口中的记者会 就是和并购伙伴 新光金控总经理陈恩光 一起揭秘进展 林维俊透露 日前倾付欧洲跟外资沟通 这次古灵会 预期外资投票率 有望超过百分之七十 若九号通过合并 也会打铁趁热 十一号就会送件到金管会 核准后未来股票都将变成 台新新光金股票 但恐怕还有变数 新光金大股东林伯瀚 公布受质疑的 新盛股东会完整录音档 强调经鉴定 并非剪辑而成 再战无东亮夫妇 违反金金分离 对此林维俊重炮回击 不值得回应 而新盛及台湾新光十业 透过声明表示谴责 将委由律师依法严正处理 过半以上的股东出席 然后出席的股东 从三分之二以上的通过 才可以通过这个合并案 一旦失败的话 未来就看哪一家金贡公司 对新光金还有浓厚的兴趣 那他们还要再发动新的并购 都是可以的 本周重头戏 新光金和台新金 都在九号开古林会 将投票决定新新病的未来 看似出局的中信金 也没闲着十一号 也会开古林会 将修改公司章程 提高资本额九百亿元 到三千两百亿元 市场解读 如果新新病破局 未来还有再占可能 关键倒数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本周都得先过股东 这一关 华视新闻 在今天凌晨十二点四十分 台北市的万华区 环河快速道路 有汽车驾驶疑似 因为视线不佳 直接撞上一名 骑脚踏车的男子 男子送一出户 新费功能停止 汽车挡风玻璃被撞成 蜘蛛网撞前方板筋 也被撞凹 因为这里发生一起车祸意外 疑似因为下雨天 视线不佳 驾驶直接撞上路上 一位骑脚踏车的男子 造成骑士当场倒地不起 驾驶也立刻报警 来听听他怎么说 这起事件就发生 在今天凌晨十二点四十分 台北市万华区 环河快速道路 往北过华中巧约 八百公尺处 这名年约八十岁的男子 到院后宣告不至 来看到高雄市的三明区 德山街的住宅区 昨天晚上是金船枪响 一名的黄姓男子突然开车 到当地下车住户 拿着手枪对空名枪 路人则是吓坏赶紧报案 看到警方上前盘查驾驶 一辆白色自小客车的男子 似乎知道南逃罚网 盘查过程都相当配合 因为有民众报案 这名男子行机可疑 还疑似亮枪来听听警方怎么说 這起事件就发生在高雄市三明区 昨天傍晚五点多 据了解驾驶白色自小客车的男子 疑似与前妻发生口角纠纷 因为星期不佳开车四处晃晃 下午开到德山街一带 突然拿着手枪对空连续开了数枪 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害 但也下坏附近的居民和路人 下得赶紧报警 男子被逮后只说 对空名枪是心情不好 而警方也将进一步追查 与釐清枪支来源 台中的神刚统失案 蔡幸女被告 被法官认定杀害了 陈性男友还用水泥来封湿 而三审是定验被判了 二十七年六个月的徒刑 这是台中国民法官审理的 第三件刑事案件 案情非常复杂 而且是靠着间接证据 来认定被告是征修 主要是检察官所提出的证据 被告都是无法解释的 像是这为何在男友外出之后 冒用男友的电话传讯息 卫造躲在人消失的情况 又接着租了厂房 买水泥跟包裹用的物品 这些间接证据 都是国民法官定罪的原因 而三审法官也认同 国民法官的判决 创下了司法室的记录 二零二二年十月 台中发生震惊社会的神刚统失案 涉案的蔡幸女被告 从法院出来看到记者拔腿狂奔 蔡幸被告否认杀人 死者是他的诚信男友 检警查出他和男友 至少有157万元的借贷 也因为交友问题 两人经常吵架 二零一九年三月四号 被告开着男友的车 载着意识状态不佳的男友 两度入住汽车旅馆 三月五号下午三点多 冒用男友电话传讯息给男友女儿 营造出男友躲债 不能回家的情境 三月十四号和房仲约好 租下神刚区这间厂房 检警怀疑这时他男友已经遇害 三月十六到十九号 他买了搅拌机橘色塑胶筒 和手套 还有防水蓝色保洁电 和透明大塑胶带 三月二十四号早上六点 开车到工厂 带着保洁电塑胶带 将男友遗体爆了六层 再放进橘色塑胶筒 用水泥封住气湿 一直到三年后 他的男友遗体 才被民众发现报警 这件案子是第三件 由台中的国民法官审理 过程中被告指 坦承租厂房买水泥 坚称没杀人 但看到检方提供的证据 说辞都不上 男友死前和被告的行程 有重叠 因此国民法官 以间接证据判定 被告是真凶 证据他是累积跟堆叠的 也许比较难去抓到 他直接证据的部分 利用很多的间接证据 来证明说 确实有检察官起诉的犯罪事实存在 二审跟三审都去 肯认他国民法官的认定 我认为这样也是满有代表性的 国民法官认定蔡新被告 杀了男友一审判 二十七年六月 被告上诉 二三审法官都认同 国民法官的判决 因此驳回上诉 全案定验 而国民法官藉由 间接证据认定 被告是凶手 并且判刑定验 缔造了施法史记录 华市新闻 十万罗代彰 拍照报道 目前国内最大的连锁咖啡业者 露依莎因为避险的需求 进行了咖啡豆的 期货合约交易出现损失 外传已经损失了四千多万元 而露依莎则澄清 咖啡豆避险最高金额为一千万 为了避免原物料的价格波动 会做各种的期货避险 就算有损失也在一千万以内 相关的延伸性商品交易 从一月一号截至十月六号 任列为损失金额为五百二十一万元 任列已实现的损失金额为 四百五十三万五千元 而最近咖啡期货的波动剧烈 购买咖啡现货时 会进行这期货的避险 按照规定超过损失百分之二十 就要平仓并且公告 而咖啡期货再次的暴跌 产生潜在获利 总结来看对公司 营运是没有重大影响 他终于一名男子跟妻子 去海产店点了一盘鱼蛋沙拉 但吃起来口感水水 都还有一股很明显的腥味 隔天他跟妻子都因为肚子痛 前往诊所就医 事后发现有其他民众 在社群留言 有人是吃到喇叭霉的鱼板 有人吃到虫 还有人挂急诊 他决定向市府来检举 而业者出面道歉强调 这流程都是合乎规定的 也会去了解 是不是供应商的食材 出了什么问题 而卫生局则强调会派员 前往海产店机场 整条鱼蛋拿出来切片 摆盘后再淋上沙拉 口感咸咸香香的 是不少民众喜欢的海鲜料理 台中陈信男子到海产店 花了60元 点了一盘鱼蛋沙拉 结果却吃到拉肚子 很有腥味 整个鱼蛋是水水的 店家推托说 他那个是刚煮过煮完会这样子 陈信男子4号凌晨 跟妻子到西屯区一家海产店用餐 两个人吃了鱼蛋沙拉 5号晚上因为肚子痛 夫妻俩赶紧就医 陈信男子的状况没有缓解 7号早上又再去挂号拿药 三天内看了两次医生 药袋拿了好几包 陈信男子还是很虚弱 他发现有民众在网络评论留言 有人吃到发霉的鱼板 有人点外送 整晚一直吃到虫 还有人吃到起疹子拉肚子 挂起疹掉点滴 食安问题 引发消费者的疑虑 还产店业者出面道歉 业者解释 鱼蛋从冷冻库拿出来退冰之后 再用气炸锅充分加热 保存跟料理的过程都合乎规定 是不是料理商的食材有问题 会再进一步了解确认 卫生局食安处已经接获民众检举 将安排时间派员前往稽查 如果不合格复查又没过关 就会以食安法开罚 华视频有您经营 台中报道 该某可爱的羊驼呢 不只外形受到欢迎 羊驼毛也被广办运用 由台湾专柜从秘鲁进口了手工的羊驼娃娃 因为用的是羊驼的原生毛 最贵的限量款要好几万 但是有民众买回家发现上头是有上千颗 是黄色的颗粒密集的分布在毛的根部 有人说很像是虫乱 虽然业者解释是羊驼进食的植物碎屑 但是这皮肤科医生也提醒了 过敏或是义务性皮肤炎的人接触 可能会造成骚痒或是红肿 甚至会发生刺激性的皮肤炎 来看华视独家 不管是大地原色还是梦幻马卡龙 标榜全系列娃娃都是用羊驼 原生毛手工制作 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 从一万七千多公里外的秘鲁 限量空运来台最贵的仿真款 要价超过四万元 全台十二个贵位也进驻百货公司 却有人买回家很不开心 亲到一半气到录影发文 还提醒密集恐惧者深入 网友上个月底买的羊驼娃娃 摊开毛看到超多黄色颗粒 挑了超过六个小时有上千颗 虽然店家说是谷物 或是极刺植物的碎屑 但异物规则分布在根部 可以点朝向毛皮 网友留言附上照片 说很像蛆的壳 当事人说小侄女还把脸埋在毛里蹭啊蹭 如果吸入体内很可怕 就是从软虫啊 对 他不像那个穀物什么 不像 我没有办法接受啊 如果小朋友吸进去过敏的话 那怎么办 业者发声明强调制作过程 使用毛料专用剂 没有任何活体存留的可能 也是经济部标减局合格进口 对人体环境没有任何危害 不过医师还是抱持保留态度 因为他本身可能是有过敏体脂 或有异味性的体脂 等等的这个现象的时候呢 接触这些东西 就能产生皮肤产生刺激接触性的皮肤炎 那皮肤就能产生烧痒 红肿 甚至呢 会有轻微刺激疼痛的现象 消费者用实际体验发文善意提醒 业者也回应或许不是最优秀 很多不足正在一步步改进 华世新闻黄平华 李宏杰台北报道 你好 我是宋燕铭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 YouTube频道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